一名男子在饮料店后门鬼鬼祟祟 看附近没人还直接上起小便 接着他在一个飞气游戏机上 发现店家的后门钥匙直接上门开偷 一次偷不够竟然还来第二次 短短十分钟内嫌犯就偷了大约两万五千元 只能说胆子超大 而他离谱的行径也全被监视器拍下来 不过店家报警后却对于警方的处理态度太消极 感到十分不满 事发在13号早上新竹市临森路上的一家手摇饮料店 店家发现凿窃后 立刻带着清楚拍到嫌犯的监视器画面报警 但对于警方的处理态度 店家觉得无法接受 可以就是希望再积极一点 至少让我们觉得好像说就是有在处理的态度 警方受理罢了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 以锁定特定犯前将积极查棄答案 嫌犯不只偷钱还随地乱小便 脱续的行为让店家很无奈 只希望能快点找到人还他们一个公道 民事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